今天Ga网站分析的第四个部分 而且只剩下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会希望就是让各位先了解一下 Calculate这个函数 还有我们要了解你自己做的那个网站 至少你要先知道说 有多少人到你的网站 看了哪些网页之类的 好了 那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 刚刚最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这个B这个数值204.28跟什么 对不起 这个B我只算B B是不是平均42天 然后标准差58 好 可是我是不是过滤掉 过滤掉这个A跟C 那怎么去做到这件事 怎么去算出来这个数值 现在我们是不是都算好了 因为当时我们在算的时候 我们是算整体性全部 可是透过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直接帮我们去做资料的分割 这个LOD的观念 各位要知道 所以你在算的时候还是在算全部总体 总total 例如说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我刚刚是不是透过这边平均新闻公告 我算平均新闻公告是全整体一起来算 例如说我今天我汇入资料 我把部门还有news title全部都汇进来 可是当我今天某一张资料报表 某一张资料报表 我们有分类的时候 你看这个分类 他是不是直接当我点了B 他就直接把整个内容去做筛选 这个全部是平均跟标准差 分别是204跟1500 可是当我只看B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平均变成42天 然后标准差变成58 我还是希望你们学会怎么算这个平均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了解 既然要算这个平均值 所以也是算一个值 所以是透过这个首页 我们现在要算什么值知道吗 B这一类 B这一类就是正常的 正常 因为你总要有一个算法 算出来说正常 什么叫正常 正常的新闻公告的平均天数 好 这一类的平均天数怎么算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透过首页新增量值 是用哪一个 是不是用新增量值 不是用新增质量值 因为我们就算一个平均值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新增量值 所以这应该叫做平均新闻公告期二 应该我写B好了 就是我的意思说正常 正常 因为B知道是正常 正常的平均 正常的新闻公告的平均值是多少 好 所以这边呢 我们要用一个函数叫Calculate 来算 就是Calculate本来就是计算的意思 可是它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有一个运算式 平均值是不是就是一个运算式了 去平均值就是运算式 然后只是后面要加一个筛选 两个筛选 点点点代表你可以加很多个筛选 就是你可以切分再切分再切分 例如说我等一下我就要去找那个 新闻公告分类等于B的 这就是一个筛选 好我们先把运算式加进去 运算式我是不是要先算平均值 我确实是要算平均值 所以AVERAG 你也可以用这个值 你也可以用这个值 好但是我们在这边 我用AVERAGE 因为这边的话变成是一个蓝 变成是一个蓝位名称 它不是运算式 好这点请各位稍微小心一点 好那我们接下来AVERAGE 然后算 以什么来算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算那个 新闻公告期 好所以data里面的新闻公告期 这一蓝 好这样平均我们是不是就算完了 算完了 所以记得哦 这个是AVERAGE的左刮弧 是不是要对应一个右刮弧 很多同学会忘记这个右刮弧 然后逗号 运算式是不是就算完了 接下来是不是筛选 筛选里面我就要用 这个新闻公告这个新闻公告分类 这一栏好 是什么呢 好所以我接下来我就选 就是一撇 然后去呼叫分类分类 好这个内容要等于B是什么 B是文字所以要加两片 大小写有差别哦 好所以你看哦 这边Calculate 我这边是不是一个运算式 这边是不是一个筛选 好 AVERAGE 接下来接下来我看一个新的 因为我想就直接在这边呈现 我计算的结果好了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去看哦 这边是不是点选文字 点选这个呈现文字 然后接下来这个叫做平均新闻公告B 不是这一个 是下面这一个 可以吗 你不要选太快 好打勾 那他只算B的 所以你什么时候这个内容会等于这个内容 就是当我点他的时候 可以吗 可是当我点A的时候呢 他还是41.59哦 所以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这个值 这个值不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呈现 这个值通常都只是当做是你算标准 标准新闻公告的一个界定范围的内容而已 通常我们都是把那个总total值算出来 然后你透过 例如说这个资料的点选产生资料联动就好了 例如说你要去看B的平均值 C的平均值 可以吗 是这样使用 所以这边是怎么算的 这边是算总total 可是这个数值的计算方式 标准差应该也会算的嘛 只是把运算是赶一下 好 那我大概就先暂时交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就是要算这个部分 也要透过Calculate 记住哦 这个值就不会再变动了 因为它只呈现B 好 请你们先动手来去做一下 看我真的没问题 我们相当是相当的 或者不听过 当然 sobre了